一颗鸡蛋 两个家庭 四个国家 从清晨到日暮 鸡蛋在普通人家和烹饪大师手中 幻化出未借心灵的美食和美酒 珊妮在北京 跟您说说鸡蛋十二时辰的故事 很多人的一天 都是从一颗鸡蛋开始的 我的名字是Martin Dolce 我是从阿仩町 在阿仩町中的鸡蛋 鸡蛋总是有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想表现它今天 今天我们有三吧 从韭dy 第一 wes 英尔和鸡蛋 姜連儿铜米饭约 鸡蛋是一碗鸡蛋 iverse 一碗韆2016 并不键里面 WHENE 我们Adam 不纯 西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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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 哎 师父早 哎 晚上今儿吃早点来了 对 来要点面茶 茶叶蛋什么的 我这几十年呀 也习惯了 每天早上寄来呢 一定要吃个茶鸡蛋 味道真的好 它有茶香的浓郁 除了茶鸡蛋呀 其实啊 我还爱吃一个早点 那就是也是用鸡蛋做的 鲜饼果子 鲜饼果子 没有人钟情于墨西哥的早午餐 现在我就要去吃一道 和墨西哥国旗一样颜色的 特别漂亮的鸡蛋菜 鱇饼果子 鲑 肉菜和黑, flax椎,和白菜,和白菜, jang, 肉菜和肉的味道, Frost,白菜,和黄肉、鱼. 在吃这个饭,我们经常会和咖啡和咖啡 不管在他乡还是在故乡,一颗小小的鸡蛋开启了崭新的一天 也成为了东西方人民之间遥远又亲密的默契 早安,世界 鸡蛋,十二时辰 吃东西,好饭 吃东西,好饭